一次排开各种动物奏型的脸金泥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争起斗艳 非常喜欢青岛的这个碧海蓝天 我们非常喜欢 我这套衣服是金鸡爆小 大公鸡 所以以前这么保护动物 现在很多动物已经灭绝了 大爷大妈们开心比划 从青岛发迹的脸金泥 除了延续防晒与防水母遮的功能 最新一款也开始提倡保育艺势 这是中国的东西 要让它体现是中国的文化 那么我就设计上那些 像花旦了青衣了这些图案中国的 那么然后现在这个十大兵临灭绝的动物 这位大妈正是脸金泥的创办人张士范 过去他曾是会计师 退休后原本只是开个泳装店打发时间 却因此发现商机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离海车折了 脖子都烂了 非常的痛苦 每年八九月青岛海边 正是水母出没最多的季节 于是他灵机一动 自创防晒防遮的脸金泥 从家来拿了一个旧的秋衣秋裤 用它来做脸金泥的样子 让我的邻居帮着我 就是做了三天不断地改 反复地改 终于做出一个样子来 就这样第一代的脸金泥诞生了 虽然火了 但是网上把骂声一片 有些说是外星人降临地球了 还有人就直接就说我给抢银行的做了 第一代到第五代除了颜色和材质有变化 但大多人维持单色的脸兆试款 直到第六代结合金剧图样 开始进化扬明国际 不光如此 脸金泥还登上 米兰意大利时装周 大妈潮流走向国际伸展台 如今第八代除了提倡环保意识 以瀕临绝种的动物为主题 也盼更多使用性 尤其根据最新的数据 今年平均100元至200元台币的脸金泥 月销150万件 其中55%的消费者为男性 占了半壁江山 于是最新一季的脸金泥 还替高温下的劳动者来设计 除了街头劳动者还有茶园系列 而且替这套脸金泥站台的 还是大陆知名超模陈碧格 我来到这里以后就想说 大妈到底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然后一个一个设计看下来 非常感动 为了这一套设计 她花了180天制作 更走上街头贴身观察 了解劳动者的需求 昔日的会计师将精打细算的头脑 延伸到设计产业 也让脸金泥不光走向国际 还懂得与时俱进 谢谢眼片与吴时音综合报道